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常常有人会问到说我的网站没有购物车系统 我可不可以卖东西可不可以结账 那事实上呢一样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做外联的动作 你连到哪边去 你可以把它连到其他的购物车平台啊 那我们的Weberley的驾站系统 纯粹是用来充流量被搜寻 然后做行销用的 不一定把那个购物车一定要套在你自己的官网里面 那如果你觉得去购买购物车去乘租购物车系统太贵的话 其实有一个比较省钱的方式啊 比如说露天拍卖或雅虎拍卖 那以露天拍卖来讲的话呢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虾皮拍卖 那以露天拍卖来讲的话 你可以把所有的商品放到露天拍卖去 那我们的目的呢 其实只是要利用他的结账功能 那这边有一个网站呢 有一个我的一个学生做的网站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网站怎么制作 那这个学生呢 他做的是一个锅子锅具的网站 那我觉得他蛮用心的 就是我记得大概好像半年多以前 还是快快好像七八个月前吧 他加入这个懒人包的众生学员 然后他说他对电脑不是很熟悉 然后不知道怎么去架网站 那我跟他讲过说 我我们那个懒人包的众生会员 我们教的就是用web里很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架网站 而且可以让他看起来蛮专业的 所以呢 他就开始架设网站 虽然我觉得他架网站时间还蛮久的 好像过了几个月才完成这个网站 不过你看目前他这个网站我觉得 做的还蛮有质感的 而且还算蛮专业的 那你看他叫做苹果树生活家 Appletree 然后他的网址也已经申请了他自己的网 专属网址 就是这个 www.appletree365.com appletree365.com 那这个网址就还蛮好记得 他有用心的去想这个网址 然后去注册买一下这个网址 所以我 我决定要帮他打个广告 用他的网站来做一下示范 这个网站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他的首页 这是他的首页 这还不错啊 然后他告诉你说他有Yahoo的卖场 可以点进去看 然后呢 我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你没有购物车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利用外面的卖场 比如像他这个Yahoo卖场 直接点下去的话呢 他外联到他的Yahoo卖场去 这是他的Yahoo卖场 那但是你会想说他已经有Yahoo卖场 为什么他还需要有自己的官方网站 我们以前有讲过官方网站很重要 就是说你一定有自己的网址 然后你去打自己网址的知名度 然后呢 你将来你的卖场需要用到哪边 譬如说Yahoo卖场 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制作购物车 当然都可以 不要被外面的这个限制住 被外面的平台给限制住 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专属网站 那他目前怎么做呢 好你看这个产品介绍这边 好我先点一下这个厨房系列 好这边有锅具 那你看起来他好像是购物车 对不对 有没有购买有此去 那其实呢他这个购物车 点进去 好譬如说好我要买这个锅子 然后购买有此去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是连结到这个 Yahoo拍卖里面的这一个单品项 这个项目单品 单一单一商品 然后你看他里面有这个锅子的影片介绍啊 还有这个很棒的照片 非常非常的清晰的照片 那他把他放在这个完整的介绍页 把这个放在这个Yahoo的这个拍卖里面 那Yahoo这个拍卖就等于说 大家都可以来这边结账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个Yahoo拍卖的账号 那就可以利用他里面内建的这个结账系统 你做结账 好 那你看这边我要购买 然后或者是把他加入购物车 所以就算你自己没有购物车平台也没关系啊 你可以利用这个拍卖 那当然你可以去找找看说 哪一家拍卖的那个费用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露天拍卖的话呢 他上架商品是不用钱 但是在成交的时候要付3% 那Yahoo他是上架就好像要3块钱吧 然后成交也是3% 所以你可以去考量一下 看你要用哪一个卖场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示范 那这个锅子真的不错 他有 这同学他也我也用了他的两个锅子 我觉得品质真的不错 介绍到这边 好就像这样子其实很简单嘛 你只是把商品放到别人的购物车系统 那你自己的官方网站呢是有你自己的专属网址 然后你可以去做行销 最后人家看完了你的商品描述之后 那些都是在自己的官方网站 然后看完你的商品描述之后他很心动 接着他就直接按那个我要购买 那你就把他连到那一个拍卖的那个卖场去 然后去下单做这个结账的动作就好了 那因为那个拍卖他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 譬如说像露天拍卖或咬呼拍卖 他们的这个系统比较大 那消费者也比较有信任感 所以呢在里面去做付款结账的动作呢 消费者比较安心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网站里面没有内建购物车 那其实你想要省一点这个成本的话呢 你不一定要自己去租用购物车 你其实就可以这样把它外联到拍卖网站去下单结账 这样就好了 好这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